近期,俄罗斯方面唯一一艘航母固自涅佐夫号被砸,以及其扶船物业沉默的消息,被各方面媒体广为报道。 虽然这则消息令俄罗斯人感到沮丧,但是同样也有令他们高兴的消息传来,在事故中落水的工人们被安全救起,在当地医院接受迪文症的治疗,随着后面的相关消息不断被曝光,从流出的航母被砸现场照片中来看,一台核准式起重机,正好砸在了该航母飞行甲板的中后部区域。 有关人员分析判断,这台沉重的起重机砸中的这个位置,已经极有可能将起航母的舰带机的阻拦锁系统砸坏了。 目前,这艘裤子聂索夫号航母,已经被转移到临近的谢夫马尔布齐海军第35修船场,因为在时事的修船场没有相关的设备,能够将砸在航母上的起重机吊起。 所以军方只能将这个几十吨重的器物连带一起转移到第35修船场,而位于远东的红星罩船场,距离第35修船场,有接近几千公里的距离,并且中间还有阻隔着冰封的北冰阳。 在此次事故中,一定受到牵连的PD50号浮船物,从曝光的消息中来看,其水面部分也已经沉没了,PD50号浮船物作为俄罗斯当下最大的浮船物,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瑞典生产,后归属于前苏联所有,最后由俄罗斯海军继承。 这个俄罗斯目前最大的浮船物,整体长约330米,夸67米,PD50号浮船物可以承载满在排水量8万吨级别以下的各种大型船舶,曾经修理过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,必得到地级取了解,以及拆解或遭遇爆炸沉没的库尔斯克号和潜艇。 这次在事故中沉没的PD50号浮船物,在少世纪九十年代,同样发生过相关事故,并且当时的受损情况也十分严重。 但是由于它作为俄罗斯方面最大的浮船物,也是俄罗斯方面目前唯一能够修理俄罗斯航母的浮船物,所以俄罗斯海军还是选择将其保留了下来。 据有关人员的关系,此次浮船物的重大事故,不仅严重,推迟了航母的修理进度,即使将浮船物打捞起来,受损情况如此严重也再难继续工作了。 不过,令俄罗斯同志们感到欣慰的是,中国制造的性能更强更新的浮船物,在俄罗斯PD50号浮船物沉没不到一周的时间情况下,就已经送到了位于俄罗斯远东的红星造船厂。 这艘在中国青岛北船重工制造的浮船物长约280米,宽约12米,最大距离达4万多,实际上,中国持援俄罗斯方面,不仅有先进的浮船物,还有几台不同级别的龙门吊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与大连造船厂,制造002航母同级别的1200多级的龙门吊。 不仅有各种的龙门吊,克吊,中国还向俄罗斯方面,提供了数量不同级别的平台载重车,其中最大承重量为650吨级别的载重车就有两辆,由此可见中俄两国身后的友谊,和万古长,今的革命情谊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